大家好,今天我們會談談手動防止拍片 這款LG V10 和 V20 都有的功能 很多人會用自動自動機,但因為 LG 手動機是自動自動機 但如果你會用自動機,就很方便 今天會用多一個鏡頭來幫忙 使用點減光鏡頭 用完會比賽,便會很方便 我們先開始認識一下 手動介面 先調整快門 然後調整 ISO 這兩個都可以用來控制光暗 另外還有Focus 即是對焦 即是近一點清一點 遠一點清一點 可以手動調整 基本功能 先調整光暗 現在先把ISO400 接著快門 三十分一秒 之後我們調整好Focus 那做什麼呢? 就是試給大家看這個設定 即是拍片會怎樣 我現在手指移動 一邊拍著手指 那你見到一邊移動 當然中間的位置會矇 對嗎? 動得快 就更加矇 這個很正常 慢動 其實呢 就像現在這樣 那試來做什麼呢? 其實呢 就要和大家比較一下 快門影響拍片的感覺 現在我把快門提升到250分之一秒 同時呢 提升到ISO 再調整光光畫面 再拍 現在手指慢慢移動 你會留意到 好像沒有剛才那麼流暢 快動 今次分別很明顯 快動 手指好像分開了幾隻 和剛才蒙的 是有點不同 其實哪個好一點呢? 一般拍片來說 我們呢 就想調整三十分一秒 為什麼呢? 畫面會暢順一點 現在呢 我們換另一個場景 再解釋一下 這個場景拍著街 講解了 我們另外呢 除了Focus之外呢 手動對焦 有一個叫Pick Focus 那 大家看到畫面裡面 有些好像 藍色綠色的東西 沒錯 那些位置是告訴你 對焦對得好 就出現那隻顏色的 提示 另外還有這個 白平衡可以調整 例如我想畫面比較藍一點 或者比較紅一點 都是可以自己去定 調整完之後呢 我們再看看 剛才說了 快門三十分一秒 會順滑一點 但如果去到 那麼光亮的時候 你發現 加到三十分之一秒 是沒有可能的 畫面會白色的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需要 用我們的道具幫忙 現在二千分之一秒 才正常曝光的 我們道具呢 就是這個 減光鏡 一般相機用的 就這樣吸進去 就可以了 首先 我調整一下光線 一吸下去 你就發現 咦 三十分之一秒之下 ISO50 就沒有爆光了 在這個時候 也就是說 我可以用三十分之一秒 的快門 來拍這段影片 最後得出來的結果 當然是會順滑一點 如果你要一邊拍片 一邊拍照 那快門快一點 有好處 現在試一下 我慢Pen 和快Pen 其實你看到 畫面是順滑的 改一改設定 快門 今次三百二十分一秒 另外 我再提高 ISO 去補償 快門減低 光暗損失 我再Pen 的時候 大家會發現 咦 畫面好像沒有剛才那麼順 我快Pen 的時候 也都是 畫面好像有 不連貫的結果 那 這就是兩者 的分別 一般的手機 自動模式 不能選擇 基本上 死證 來的 畫面一定是不 Smooth 所以大家覺得 手機拍片 和真正攝錄機拍片 好像有些不同 那 不同之處 就在這裏 那當然 剛才提到 一路拍照 就有分別 快門快一點 其實 就可以令到 你拍出來 那些硬照 更好 現在 我又試另一件事 就是試那個 曝光補償 其實都是自動來的 只不過 我是指定 在自動的情況之下 我永遠調光一些 或者調暗一些 例如 我現在想拍的窗花 那我可以用這個 曝光補償 來控制 光暗 另外 我就手動對焦 對正的窗花 於是 即使背後的畫面 那麼光 又或者 焦距 隔得這麼開 都可以成功地拍到窗花 那最後 進階的設定 首先 裡面有 bitray 即是 你段片 錄的file size 大不大 大一點 大一點 另外有 防手震的設定 最後 還有一個 叫做frameway的設定 那麼 格數越多 即是 這個數字越大 其實 短片錄的資料越多 相對上 亦都會暢順一點 這樣 就可以在 60分1秒快門 都有很暢順的表現 說一說 聲音 現在 就可以手動錄音 有個 Noise Filter 這個很重要的 有風或者在車上拍片 開了效果好很多 接著 有個Game 就是大小聲控制 另外兩個 Low Cut Filter 就不在這裏說 因為 你懂的話 自然之 怎麼用 否則 解釋很久都不懂 好了 我們需要 反轉 部機 因為 這個版本 的軟體可能有 反轉的時候 左右聲道 是倒轉了 那麼 反轉部機 之後 我們就試一下錄音 一邊錄的時候 大家可以留意到 上面 有些東西在動 是嗎 Testing 1 2 3 1 2 3 那 大家現在看到 我一直說話的時候 要出賣 音量大小 出賣 Wave Form 出來的 另外這邊 你看到綠色 原來 就看看 你錄音的時候 有沒有 正常範圍 就不應該出現 紅色的 如果 一直調高 說話 用回正常音量 你看到 這裏出紅色 即是 太大聲了 可能 錄完 有破音的 另外 你看回這邊的 Wave Form 亦都是頂到盡 那些情況 要避免 於是 我們再說 最後 不少得 要說多一件事 就是 夜晚拍片的 防守震 現在看到這段 好像 畫面很震 這段 好像好一點 尤其是 你留意後面的燈 這段 很震 後面的燈 好像不知 怎樣 現在我們轉回 旁邊那段 這段 後面的燈 是不會這樣 搖來搖去 那麼 關鍵在一邊 原來是 快門那裏 原來 電子防守震 需要一個 比較 高的快門速度 那麼 這個高的快門速度 才可以 營造到 一個穩定的畫面 如果你快門速度 慢 例如說 30分1秒 一邊走 就會 每一邊 照片 就像 你拍照 一樣 你走著 拍照 是會 蒙的 其實拍片 都一樣 所謂30個FPS 每秒 拍三十張照片 你一邊走 一邊蹬的時候 其實每一幅 拍照 都是蒙的 那麼 如何防震呢 畫面都是蒙的 東西很穩定 沒錯 但它自己 每樣東西 自己蒙 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把快門速度提升 最好提升到 一百分之一秒 甚至一百二十分之一秒 去到那麼高之後 再提升高 ISO值 來補償 光亮度 之後 它電子的防守震 做出來的效果 就會像 這段 這樣 穩定 而且 不會散開 拍片 其實 都有很多 技巧 剛剛 以上 說的 是一些很基本 很入門的 事情 至於你要再進心 的話 你可能需要 看一下書 甚至乎 自己試多些 這樣 我今天 分享 就來到這裡 記得 要去 Like我的影片 如果你還未訂閱 就訂閱 分享給別人 最後 我有幾段 影片 可以按進去 跳播 現在 電腦 和手機板 都可以跳播 但 如果你還在 看電視 的話 暫時未有 可能會見不到 發生什麼事 多謝大家的收看 下次見